去年韩剧秘密森林大火,从演员阵容到演技,从剧本到整个故事格局,都让人怒大五星,时隔一年,又有一部韩剧能够达到这样的期待值。 LIFE这是一部医疗题材的作品,和秘密森林是同一个编剧,并且演员阵容强大,秘密森林中饰演男主的曹成佑,她面无表情但不面叹的演技可是公认的,被称为有两千万种微表情组成的。 在这部LIFE中,她饰演向国大学医院的西论社长智升校,相当于医院的总经理的存在。 剧中她的演技依旧炸裂,光是她在剧中的第一次出场,就直接透出一米八的气场,之后在医院的讲堂上,她精明的小眼神一扫视, 手指轻轻搭在讲台边缘一闭嘴,看着轻轻松松,实则压迫力十足,一下就震慑住了群场,全身上下每一根汗毛都是细,还有凭鬼怪而红的李洞旭,在这部剧中饰演医院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,她的演技相比鬼怪也进步了不少。 这样的双男主剧,还是医疗题材的,在韩剧中极为小见,不过剧集并没有把主线放在手术和治病上,而是放在了医院的权力斗争上,和秘密森林一样,Life也是一个人的死亡,撕开了故事的风口,第一集前几分钟,医院的院长就意外死亡,表面上,院长的死是一场意外,酒喝多了,突发心机梗塞, 意外坠楼而死,好巧不巧,院长是,在副院长夹喝的酒,出的意外,而且有人看到事发当天,副院长曾教训副院长,因此院长的死,引发了各种猜测。 与此同时,医院内部也开始变动了,因为医院原本顶着救人第一利益第二的原则,经常入不敷出,曹城们有些官善任三宝火,一来和副院长计划将急救中心,小儿科和副查科,全部派遣到位于偏院的医疗院,撤走一直在烧钱的三个部门, 以此来解决医院经济问题,而李洞是作为急救中心的一名医生,自然是反对医院三道部门被流放,他坚信医院是救人的地方,不是盈利事业,医德必须坚守。 然而在院长发生意外当天,他得知了院长将剧额的医院支援金挪入自己的私人账户,为了不损化院长和医院的形象,他选择立马下来,一个人调查院长的死因,可以说,他就是这部剧的线索人物,是解开谜团的钥匙,目前更新的两集内。 两位男主还没有正面交锋过,铺出医力的案情也没有任何进展,也许是副院长想要谋财窜卖而害死院长,也或许是曹成又做的手脚。 不过这部剧的内核,并不是院长疑点重重的死因,而是有关人性的问题,在看剧的时候,我们可能都会偏向于李洞穴的这个角色,因为镜头是以他的视角来展开的,我们只能跟随他的视角, 看到医院里其他人都藏着见不得人的秘密,只有李洞穴是奋战在前线的医生,面对的是,一个个受伤,无助的病人。 他只知道这些病人需要帮助,并伸一援手,但他看不到整个医院的利益纠葛,医院的亏损,他也不需要为这些亏损负责,而曹成又,把三个最亏欠的部门的医生流放到偏远地区,为了替医院谋取盈利, 看起来快极了,然而当他看到内岛在手术室的医生,也会轻轻为他盖上被单,他真的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样野心勃勃,冷酷无情吗? 他真的只把医院当成搅钱术吗? 或许换一个角度,我们也能理解他的行为,他作为社长,必须为医院整体运用好率,必须从医院的利益出发,如果他只是做刺杀家,那医院总有一天会亏损完,因此他必须做出某些不仁性的措施。 这也是编剧李秀也想表达的,是承认现实还是向现实妥协,是谋求自身的平步清云,还是回归初心? 这个信念极度碰撞的医院,便将会是这部剧的舞台,当然,剧中也有完全为谋私利,不顾到得病人的医生,如同最近闹得沸沸浪浪的假疫苗事件,这样致他人生命于不顾的无良商家,是这部剧真正要反的叛復。